來看今天的消息 先把市的警方來抓到 教長 抓到十幾個郊客跟廣州人員 在這段閃閃裡面 還有一個保育總隊選主委警察 那順序就是這個郊長輔助理 對這個事情這個保育總隊表示 已經先跟人寄一個大個 聽一聽 香港都問一問 郊客整個都人去 現場有十多人 回家 都用客人說要撲下來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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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那裡有一個 湘南的博愛市長 來這裡做一個嬌修 民家室外面還有鑑識器 整控人員在出執 想說要來跟他們暗藏 不過仍然有在地的記憶 發現說這沒對檔 他的警法很久 他就在一三五 這邊二十六那天 不然有查到他們在外交 在那陷入院裡面 還有有警察他們自己的人 警方對這發言說 補一種對選主的警察 他涉嫌開嬌場 懷疑他就是負責人 在八月七十四的時尺點 還找人來逗三天 他在九月七十四 客戶的警察找一問 全案叫拼開 這邊都有抓到超過十個嬌家 還有工作人員 不過涉嫌的環境 他沒相信說他有參加經營 只能說自己有去選 最終要是給他們 擱交桌和衣賞 問了以五萬塊交付 我們都一再三令五聲 對原警的一個風紀維護 如果有異常 絕對要提出來 做相關的一個處理 那必須要的時候 要採取一個釘燒 來訪問他一個設法 保育總隊發表聲明 說對這個選舉主委的環境 已經跟基一大國 跟庭職出份 稍後會照檢訪 調查的結構的情形 對嚇嚇來做 對救醫的職任 經政司長也有英公的 家庭訓練 只是說 各地是警察 各地法違法 來做判架事 這樣讓這個警察的記錄 再引起情意 記者總括報道